这就涉及到一个点 就是一个楼车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选手的赛前比赛 一路打下来辛苦了 云海你当了一年 亚洲车神也挺累的 这个称号就交给我吧 这有什么累的 告诉你 第一次来亚洲杯总决赛 还没习惯吧 没事 参加过那么多次总决赛 感觉都大同小异 不知道捧杯的感觉 是不是也一样 一个人举奖杯确实挺累的 不过今年你没有机会了 明天倒可以试试 淘汰赛交手的结果 也不会忘了吧 谁没机会还不一定的 就是因为没忘 我才站在这里 同样的城市 同样的地点 魏北亚洲车城 我是在地等 两年的职业生涯 我创造过无数的历史和记录 今天就请你们跟我一起 见证我的亚洲树 直接来到我们的水托 反向台湾蒂斯 是的 这种无用车 可以想一下 像刚才的话我们是有见到 不用来预测 直接看到了 不用来预测 刚刚是看到一辆金吧 一辆赛博战士嘛 对吧 赛博战士是正向亚洲兰迪斯 反向迅速用的情节没落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起步 侧身过来之后 卡小坤且甩尾 云海的路径更好一点 其实云海之前的 solo赛的属性是起步偏慢 但是这一次感觉 跟之前不一样了 起步的话 首先拿优势 看前面的这个劲道通过 现在两名选手 还是有卡位的机会 宁清在后置位 下一个弯道会不会卡掉 小坤被挡了一下 是的 但紧接着一个脱飘 把宁清让过去了 再进到做一波对抗 没办法 路线被影响到了 这一波是彼此的护挡 其实对于云海来说 刚才是有卡位的优势 是 这里一个弹射拉进去 就从迎接到卡位 但出弯有点慢 是 进到尾是顺利通过 看一下接下来的口子停弯道 三连弹射 一弹 云海没弹出来 拖了一下 但是宁清那边 稍微刮色了一点点 无伤大牙 下一个右弯都弹出来了 但是其实从现在的位置来看 我觉得云海的卡位 优势会更大一些 是的 后面那个是 而现在距离并不大嘛 对 有很多弯道做一些细节 就能够跟上去做对抗了 尤其二连甩尾以后 后面的甩尾快速突弯 这一个点 其实我们在第一场比赛当中 也见识到了 后置位会有卡位优势 直接挤开了 直接内到反超 看一下后面连续的弯道 会怎样的对抗 对 最难的就是 当你反超过来之后 紧接着一系列的难度操作 能不能够稳得住 看一下吧 现在对于宁清来说 后面还有一个 卡掉小分的机会 对 就是下一个弯道 但是这一波弹射没出 对 这个最后关头弹射没出 有点伤了 但是接下来还有弹射点 扣自行弯道 三连弹射 对 但是这个三连弹射 其实对于选手来说 宁清指出了 CW单位 而且氮气也损失了 对 这就没有机会了 让我们恭喜 RGM云海 拿到了第一次的分数 对 而且成绩跑到了 一分四点比较小 是 对 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快的 不过也能够从 这一局的比赛当中看出来 云海现在的状态 我觉得是没有太大必要去担心的 对 其实刚才优格问我们 对这场比赛的看法 我只说了云海 我对他的看法就是 其实 我的增长率其实不高 可是用到两辆海神 都没有选择用到麦凯伦 想一块去了 感觉想要打一手骗车战术 其实这个是 宁清的惯常的一个套路 对 已经被大家摸透了 但是没想到这开击就来 对 来看起步的话 宁清会快一个车身位左右 是WCW 以后看一下紧接的弹射 没出 开淡器再紧接延续 这张图 宁清在亚洲杯的舞台 是还没有打过 对 对 他选的比较少 我说这张图 整体的登场率就不高 是没有最佳诚意的 云海已经反超了宁清 但下一个弯道 宁清的路线更加 双双上墙 但这边调整是宁清更快 云海的复位点比较的靠前 但是说快它没集气 但是说快它没集气 是的 这个落水点有点蒙 是 这个路线走得太过于极限了 它其实已经有个失误 可以有时间去选择了 但还是落水了 它是选择侧人小分集气以后 它的车头方向已经无力回天了 这有点可惜了 说实话已经给到机会 再又还了一个大礼包 是 双方都出现了两个比较大的失误 来看一下现在对于海神来说 这样的领跑优势已经足够 是的 后面说实话霍比特之旅的难点 已经没有多少了 后面的一些难点 其实就是如果用双台热点 你可以用小飘双方来代替 对 比如再一个弯道 而且现在这个距离 用球稳的方法完全全可以去渡过 对 小飘没有任何问题 对 从云海的一个选择上 已经可以看出来 全部都在用球稳的小飘双方的方法 而且这个角度撞不到 是 距离有点远 但是对于是我还拖飘了一下 那这样第二分拿到手中 恭喜安建米云海 2比0领先 拿到了solo赛当中一个最难受的分手 对 我觉得现在 2比0的话确实比较难追 对 宁清需要顶住这个压力 就是 完全可以调整过来 看下一场赛道选到了飞越神州 两名选都用到了双升战神 向左卡戏未必能飞过去 是 他是飞落地以后在卡的吗 嗯 感觉这个对手速来说是一个考验 是 回到本局 因为大家其实比较熟悉的是像右卡戏 来看这局比赛起步还是明快 宁清的优势还是带的 就是起步嘛 看一下下一个弯道 云海有没有卡位的机会 过地以后 宁清这边出完速度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云海是单喷啊 接了一个氮气 CWW 但是这边通过延续去卡戏 但这样会少一管氮气 这边要做一个极限的延续过来 是的 看下这个弯道出完以后 对于云海来说 是要在接下来的连续跳台点 去卡满一个氮气 对 这样会把卡齐的一个损失最小化 对 这边对于手部的压力还是挺大 嗯 这边落地之后 在JCWW 距离说实话做不了对抗 这边脱飘了 距离再次拉大 对 这样的脱飘 其实正常来说不是特别大的失误 但是这一张飞跃全球 这就是致命的失误了 对 因为三星赛道其实难点不多 主要是两个长延续嘛 是 而且这张三星赛道 脚本不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最重要的还是同车 这边非常细节的WCWWW 最快的速度过一延续 但是眉延区上开了一个淡气 对 眉延上 双车但是眉延区上还是比较少见的 对 这样一来的话 感觉云海还是有机会 看下逼近到后面这个弹射 摔尾过来 角度够了 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充现1分19秒46 扳回1分2比1 这一手打的也是同车 青鸣山 青天雷诺 这张图其实你要说用车不太好说 麦凯伦打青天雷诺 对 这麦凯伦就拿出来了 对 这麦凯伦如果打掉一手 青天雷诺那是大赚呀 要看起步了 这个段位能不能稍微去挤一下 不太可能 感染一下 但是没有 对 这个赛事优势 是死的 对 除非直接侧身小喷 往云海这个方向侧 但是我觉得也太薄了 没必要 那通过前期的一个淡气优势 云海能够在连续的优秀面当中 去拉开一定的距离 岂不先拿一个优势点 这个赛道的话 感觉如果能稳到最后 没有对抗机会 还是有很大的胜算的 对 这里落下来淡气延续 再接一个暴力 是 那这样的话 前八个淡气 其实对于云海来说 还是有能够拉开距离的机会 对 因为这一分 如果拿开来三比一 给人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嗯 看一下明星来的坐后追 秦天宜诺如果没有对抗的机会 其实这辆车在技术方面 相较于麦海来办事 绝对是劣势 那这两个撞入点分点是非常重要的 看能不能干扰到一下 撞过来再点 延续上 感觉刚才的拉飘路线不是特别完美 即便盘射没出 对 有点肥的一个延续路线 对 接一个小飘双叉过来 看来再卡一下 继续距离没有办法拉近 这边速度快到跳起来 这里还能蹭一个喷啊 对 刚才那个小喷 正常来说应该是发生一些距离 没挤到 很可惜 云海这里就送走了 虽然的最后一个小飘云海重演 没有任何问题 1分17秒23 恭喜安建云海拿到自己的第三分 3比1 率先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这一首赛车优势是在今天上演了不止一次了 是的 我已经看到太多次 云海选到秦鸿去对抗麦凯伦 在桃源间隔了 是 甚至在第一局当中还用了海神 对 来看 您已经歪了 路线有点歪啊 这里是延续 出弯的路线就已经不好了 对 但是调整过来了 对 紧接着小飘延续上来 演两下没问题 这个调整过来以后 虽然说还是有领跑优势 但是这个优势 直接没掉 对 在这边宁清弯了 磕碰了以后 看紧接着调整 没有办法做飘移的操作 再落下来 没有延续上 距离越拉越远 是这样的距离 哪怕是麦凯伦 如果云海不给机会 也是无敌回天了 是 而且八个氮气的动力 感觉已经用完了 对 今天啊 其实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 云海领先这么大的距离 云海无一例外 全部拿下 对 所以说这样的距离 其实我们也可以说 云海完全可以拿下这一局 这一分吧 你越是给他领跑优势 他越能稳了 对 因为如果说这样的距离 能够给回去的话 其实云海就不是我们认证的 那个云海了 他一般不太会出现 这么大的一个失误 对 这个距离的话 完全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容索率 你看后面的一个操作吧 这里怎么选择 球稳过 稍后点分顺利地通过 云海一般在这种时候 是非常理智的 对 翻了三次莫高窟 而这次居然主动选出来 在刚刚那种迷战当中 每次打同车 基本上也会选到莫高窟 来看一下起步 哦 迎请起步 上墙丢掉一个小喷 对 卡器在前接 12位WCW 对 但是刚才云海在前面 录续中线的选举也是出现了一点问题 不过这样的领先优势 对于云海来说还是暂时安全的 对 至少做不到对抗嘛 对 就下一个弯道 对 这个如果对抗起来真的太伤了 对 转向 转向差一点点啊 感觉都已经贴到墙边了 对 可以调整过来 对 多迪DXCW 没什么问题 但仍然续速到最佳 下一个弯道极箭天弯 但是云海出完很快 对 还卡了一点气 这里就被逼近距离 有一个弹车点宁钦没有出 对 被一顶 反而把自己的弹车顶没了 看一下接下来 还是有卡位的机会 云海在第一圈 就疯狂地想要去巴基进攻 但距离实在不够 云海稍微点了一下刹车 宁钦跟上来 直接从内道返超 等他当刮策了一下 这边也是一个拖飘 开始对抗 落地断空飘 下一个弯道云海有没有机会 对 但是这个距离还是不太够 防守做得非常好 死死地卡住了那道 对 而对于云海来说 刚才速度是有些慢 不然是有机会的 对 按下一个弯道 这边段位直接拉CWW 小明选手路线如出一辙 过地点也没有对抗的机会 就回到第一圈的情况 看人家后面连续的弯道 是 五百千内想提前出完 但是出的还是角度不太对 但是我们说过多次模糊 这样的距离 其实对于后这位选手来说 是一种考验 两个考验 前面宁清失误了 两个同时上墙 但宁清的失误会更大一些 云海直接反朝想冲撞没撞过 虽然丢掉一个小碰 但是最后还是可以顺地出现 恭喜云海新拿第一大碰 谁也没有想到的 这一局的一个结果 本来我们从云海 是要看到他先嗑了一下 但通过云海是要看宁清 宁清是指